在哪裏 在哪裏 開開啦 哇 她叫媽媽 Hello Google Diamond Diamond Shadow Hello Shadow 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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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Levology Channel 我是Ada 我是JoJo 有見面嗎大家 是不是很奇怪 今集的開頭不是我和阿康 而是我和JoJo 因為現在已經是7月20日 今天21日 今個星期 整個星期都很夏天 英國真的到了夏天 可能到星期尾又會下雨 又變回雨季 所以我們很享受這個星期的夏天 我們要很爭取陽光的時間 否則就會錯過了 所以JoJo又邀請我來她家玩 上次在JoJo家有個TOWS Tour 大家很多網友見到很多隻很可愛的貓貓 大家都很好奇 為何有這麼多隻貓貓 移民過來是否很曲折 過程和花很多錢 過程是否要做很多事 很好奇 所以今集我也是想採訪一下JoJo 和大家分享一下貓貓移民的細節 是的 我的移民細節就是我個人的 我個人有經歷過的我就會說 但如果我解答不了的問題 我就真的沒有辦法解答 個別個案子每個都不一樣 是的 沒錯 我看到你們有五隻貓 是的 五隻 那為何有五隻這麼多 我剛好在2019年11月 因為我兒子和女兒生日 買了兩隻貓仔仔 一隻兒子一隻娘女 那時候我們還養著 那時候就想著 繼續讓牠們生多一胎 在2020年7月那時候 就發現牠是有了貓仔的 有了寶寶的 但你們那時候準備著 已經是要來英國了 沒錯 就是要移民那時候 我都覺得 為何我的貓女兒經常嘔吐 那我帶我看醫生 我帶我看醫生之後 就真的說 哎呀 我老公正好擔心到 即是飆汗 他說 哎呀 糟了 不過我們要移民了 他說有了寶寶 就說呢 他已經有了一段時間 就說 遇產期就是9月中 是啊 是的 2020年的9月中 是的 所以我就是有親戚在 他跟我照顧著我的貓仔 就讓他可以移民 排隊而來英國和我們一起團組 所以當時是你們先過來 然後再去安排那幾隻貓仔 是的 但那時候是否出生 你們來的時候 還未出生的 我們來英國那時候 因為我們9月9日走 9月9日來到英國 他在9月11日才出生 我們就差那幾天 就看到他出生了 所以他心就很不舒服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過機位的問題 如果我再延遲的話 可能很難預訂到機位 所以剛剛那一天就有機位 那我們就馬上預訂了 在那個位的時間 就離開了香港 因為我們要過來那時候 我們有零開始 我們沒有家 我們真的趕著離開那時候 我們很想快點買房子 那我就慢慢過來之後就穩定了 還有他不需要有那麼大壓力 要跟我們搬來搬去 如果我們不體諒他的話 要我們租的地方搬來搬去 那隻貓是會有抑鬱的 駕鞭勞動的 是的 他要適應環境 要適應一段時間 都未適應到又要搬去別處 那會令到他覺得他們 即他們是真的會有抑鬱的 或者是不適應 那會病啊 水肚不復啊 會安靜不安靜啊 真的會的 會的 是的 我跟他臨移民那時候 因為我那個移民公司 他不只是做移民的 他是有一間診所的 他有跟我的貓貓評估 亦都跟我的貓貓說了 你貓貓很適宜 在這個年齡很適宜 坐飛機是安全的 因為有些貓貓 他上了年紀 他說他飛呢 很容易 真的在搭飛機那時候 會緊張到過渡 或者是怎樣會過生 真的有些 是的 他也有跟我做這個評估 還有來到英國那時候 我那個 除了他幫我研究 他是獸醫 他是 他的partner是獸醫 他們是一間公司 他就跟我說 我做了評估 你的貓貓去到英國 可能會出便便 或者可能鱷產血 在適應環境之下 他就會沒事了 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幸好就是我的貓來到之後 見到我們 他很放鬆 他沒有鱷淋淋 沒有鱷產血 又鱷得很舒服 然後再加上 他吃東西都沒有問題 我們都找到很多糧 給他嘗試 試過 他都很適合他吃 你過來的時候 他的媽媽是懷孕著的 不不不 他已經生了 你們飛的時候 他還沒生 我們飛的時候 其實生出來的五隻 有三隻媽嬰 三隻媽嬰 是完全沒有見過你們的 沒有的 那他們一過來的時候 會不會很陌生 你們一接到他過來 進到家 他們會對你很陌生 對呀 他們對我很陌生 他們不敢出過路 是見到他的父母出來 他才慢慢走出來 他覺得 我的貓寶寶 我看他的行為 都覺得很好奇 為甚麼 為甚麼他爸爸出了龍 不斷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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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不懂這個環境 不斷拆我們 所以那些寶寶 對我們有些安全感 他們分別叫甚麼名字 給我介紹一下 爸爸叫Shadow Shadow 那麼有趣 他白色 然後隱藏了自己 所以我常常都覺得 在家裡 躲在我找不到他 所以我常常都說 Shadow 所以我常常都說 Shadow 所以我常常都說 Shadow 她老婆就是 黑色的 不是 是男貓 叫做Crystal Crystal OK 是的 那她的寶寶仔 就在我離開她的時 這樣說 我就在電話裡 跟家人改 幫她改個名字 那不分別呢 那女兒子 就叫做Money 為甚麼叫Money 你聽我說完 那女兒就叫Money 那兩個兒子 一個叫Golden 一個叫Diamond 為甚麼我改名字呢 就是我們不能留下她 就算你給多少錢 我留下她 我們都不捨得 所以 金不換那隻 所以我幫她改個名字 就珍貴些 黃金 鑽石 都改變不到 所有的好 值錢的東西 都換不走 你們對這幾隻貓貓 那些 是的 金不換 金不換 超好 其實由你們 決定要幫她幾隻貓貓 要移民 到你在英國的家 收到她們過來 整個過程 用了多久 嘩 我們那時候走 我們就由九月份 那時候 九月 其實我七月份 已經和我的A長聯絡 告訴她 要做這件事 要做這件事 那她就跟我說 你們甚麼時候飛 我九月八號 飛九月九號到英國 那她就編排了 一月二十號 就可以來到英國 但是最慘的是 一月二十號之後 因為機位不夠 之前因為疫情的問題 就把機器取消了 她說 之後一月二十號 那時候 就要讓之前 報了離移民的媽媽走 我們就要再 退後 然後再退後 那時候因為我們報了 因為她那個機場那裏 她說要把所有東西 重新編排 重新再去登記過 所以我的貓就沒有了 一月二十號 就沒有了 沒得移民了 她就說 要等機場 要給新報告 要怎樣處理 移民和貓的過程 然後 我們就等到 四月六號 因為我們都 分別四月四號 四月四號就來了三隻 四月六號就來了兩隻 分批來的 那它不是同一部機 不是同一部機 還不是同一日 大家都是隔了兩天 那都很辛苦 這個過程 是我自己搶的機會 就是我很努力的 那貓過來 事前 你要做些 因為我知道你是找了中介 找了A準做 那你事前 要準備一些 有什麼防疫症 或者那些東西 不需要自己去做 不需要的 因為 我兩隻貓仔 早買那時候 他們已經打了這個防疫針 只是這三隻貓仔 還未打防疫針 我們分別 就是一個月多一些 以及兩個月 即是就來飛的時候 亦都打了第二針 第一針就是 剛好過年月那時候 打了第一支防疫針 三隻貓仔 打了第一支防疫針 接著 就到了兩個半月那時候 那我的貓仔 就打了第二針防疫針 接著 後面編排 就是由我的A準編排 就是幫他打這個 叫做瘋狗症 那個都要打的 那個都要打的 但是一定要貓貓 就是到了三個月才可以打 應該是貓BB 對 因為他說那個針 所以他們有負作用 所以他一定要有這樣的 三個月之後才可以打 所以就 但是那支針一定要打 因為來到這裡 人家檢查 就要檢查你這些針 即是一尖關 那時候人家就會看你這些針 尖關是需要看你有沒有打過 一些防疫針 防疫針他不看你的 他只是要看你的 風狗症 對 那支針 你可以來到英國 才可以幫寶寶 再打防疫針也沒有問題 對 但是他們一定 清關的時候一定看到 五隻貓仔都一定要打防疫針 對 幫風狗症的那支針 對 而且你打了防疫針 之後 好像還有一段時間 要給他好像 要適應期 好像 我忘了是十幾天 還是二十幾天 因為我真的 那段時間都很急 對 他說要打了這支針 之後要等二十幾天 才可以跟他 報去漁農署 就告訴他 要那個什麼 清關子 還是什麼 我就不記得了 就是要漁農署 要批合 對 這樣 主要做的事 先就是打針 之後 給他一個時間過度 適應那些針 其實就是去報去漁農署 然後他批了 接下來做的事 就是掌機位 對 當然 在報去漁農署的過程 有其他事情 就是我A長和我辦 譬如報關 這些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就會 因為A長幫我做這些 所以這個我就不理他 但是他會跟我說 什麼時候我會和你去漁農署 那裏做批 批給他移民的那些紙 然後就要有那張紙 才可以清入關 其實是不是 其實那張紙 類不類似 好像我們人那樣 是移民紙 對 要申請一張Visa 才可以過來 對 可以這樣說 但實質上 是不是屬於Visa 總之就是過關紙 清關那裏 一定要有那張紙 在漁農署 是批合了的 是 驗證你所有的針 所有的報告都拿了 他漁農署就會批這張紙給你 那你就要 可以出來 對 就可以出關 我知道其實搶機位 那個過程 你們都用了很多 因為 我聽你說 是自己搶 你和女兒在家自己搶 幫她們搶機位 對 我的女兒 我的兒子 和我一起搶 那個過程都幾 含紅 是啊 我們真的好像 嘩 不斷傳 不斷傳 才真的搶到那三個 幸好 Turtro 我們是那一天搶到 但是是下個月的機位 即是她不會 今天搶到之後 明天飛 她不會的 她是你這個月 譬如我3月4號搶 我就搶4月4號的機位 她不會說 你搶到機位 你可以立即飛 她不是的 她告訴你 你3月份搶的就是4月份的機位 你4月份搶的就是5月份的機位 但照我所知 我3月份搶到4月份的機位之後 然後 3月9號打後 好像沒有人搶到機位 但我那位機位很好的 她真的 是有心 想你們移民的朋友 可以帶來寵物 不要留在 不要留下 因為其實 很凌困 讓你們家人走光 只剩下一個 是啊 想你們 對英國一家團聚 她真的很有心 說真的 很多小動物 小寵物 滯留了 很慘 是啊 我還聽 我的機位很慘 她說 有些貓 很多人在貓酒店住下住下 住下 主人都不說 不要貓 不要了 所以 有牛長在貓酒店 有些人道毀滅 有些人道毀滅 有些人怎樣 給朋友養 養不到就 是氣的了 所以 所以 希望各位朋友 就是 就是 用準方法去 幫你的小寵物 因為 你移民都帶你自己的子女走 是不是 寵物都是你自己的子女 帶他們走 他們都 當了 就是當了一個主人是家人 真的自己的家人 沒錯 沒錯 就是 不要想 我應該帶我自己的子女走 而不帶寵物走 我知道 我可能講這些事情 很多人會批評我 就說 你當然了 你移民了 你當然這樣說 對不對 我還沒移民 我現在自己都沒照顧 自己都沒照顧 自己都沒照顧 但希望盡量 你真的不要批評他們 就是 他們那個 他們都有感受 是不是這樣說 就是 他們 就是 做了孤兒 他們都會很開心 對 我可以這樣說 這件事 發自內心說 對 那 都用了很多個月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 你介不介意跟我們分享一下 過程 中共花了 用了多少錢 過程 其實 初頭 剛剛說 1月20號走的時候 就價錢 不高了十多萬 就五隻的 五隻的 對 差不多到四月幾 那時候沒辦法 因為那個 Agent都跟我說 青關那裏加了錢 一萬多元一隻 很多東西都加了 接著他就跟我說要二十多萬 五隻 哇 那等於都雙倍 是啊 其實就是青關那裏加了錢 還有機票那裏貴了 他有些 打疫苗 打複狗證針都加了 你知道是否以罕為貴 所以總共就是二十多萬港幣 五隻貓 是的 那錢都不是一個最重要 最重要是他可以安全全地來到英國的家 和小孩一起團聚 那種感覺就最好 沒錯 那如果是 因為很多 可能接下來都會很多的香港的朋友 會過來 都不捨得寵物 會想帶寵物一齊過來 你會有些甚麼建議 會給到這些朋友呢 我們呢 最重要就是 移民的時候 千萬不要找 我的個人理解就是 千萬不要找齋和幾棟移民 如果你是找一間有診所 然後還可以移民的話 診所代理你的移民 你的貓貓就會安全很多 牠會和你評估很多事情 即做體檢這樣 是的 體檢就是 檢查你 甚麼時候 你可能立刻坐飛機 是 甚麼時候你不立刻坐飛機 還有你需要做一些怎樣的事情 去支援你坐飛機 安全可以到英國 還有最重要的是 一件事就是 因為你 有時候貓制流 主人飛了 貓制流是香港未能飛的 那隻貓如果真的在家裏有甚麼事 你簡直可以打電話 給你的公司 哎呀我的貓 怎樣怎樣怎樣 牠可以立刻派車來 跟我們車去醫院 駕完之後再車回來 這個又是保障 對 保障你自己 因為貓移民 其實我個人經歷 就不可以說 個個都是這樣 但我有打過電話去貓移民 牠不是很喜歡回答我 就是純是移民 沒錯 純是移民 可以了 多少錢 然後你回答 牠不要浪費時間跟你說 可能 因為你知道 我們在網上搜尋到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可以 整個流程都可以知道 貓是怎樣移民 真的做移民 牠是賺錢的 牠當然不想說太多 原來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那些東西告訴你 牠肯定是不想說 你不要問 我們總之幫你搞定 我個人覺得 這是我個人 純粹我個人 感覺到的 其他朋友 覺得我的意見是不對的 我純粹是感覺 如果其他有挑戰我的 不會挑戰我 我個人的經驗 分享是個別的例子 不代表全部 是的 我個人感受 我有的經歷 說出來 但是如果你說 不是呀 Jojo 你說不對 我那個移民 顧問公司也很好 這樣說 純粹是 你找那間好 我可能 不幸 每個人遇到的事情 都不同 是的 我就是這樣 可能我不幸運 這樣 好多謝 多謝你和我分享 不用客氣 我都很想各位 千萬不要留下自己的寵物 我都很分享這件事 就是 大家都盡量 盡量 不要遺棄牠們 令到牠們真的有一個 好的生活環境 還有 真的牠們 牠們都有感受的 牠們 牠們其實 真的跟別人的感覺 可以跟你接近得 好像家裡的子女 是的 都是一家人 家人移民 你只能罵一個兩個 是的 而且牠們 好像你剛買回來 很小 小孩 小孩 就跟著你 他們的壽命 可能只有十多年 最多都是二十年 你照顧牠很好的 一定是牠陪著你的 是的 牠一輩子都陪著你 所以可以帶多大個娘 如果不是牠們的寵物就會自己在這裏 是 真的 希望各位 一定 真的 絕對 不要哭 記得牠們都想哭 真的 因為牠們來到之後 因為我們去機場 那時候 應該是牠們來到機場 我們派了一輛車 去接牠們來到我的家 整個過程 牠駕過來 都要兩個幾小時 三個小時 牠來到之後 牠們都已經很疲累 但是牠們看到我 牠的疲累沒有了 那些 很開心 看回家人那種感覺 對 我想說 那個司機送牠來 一打開門 牠真的很慌張 看到我之後 牠們是 停一停 先看清楚 咦 是呀 媽呀 然後你可以看到 牠的心情放鬆了 然後我們搬了牠子回家 然後牠打開牠子 那種感覺是 哎呀 我真的看到你了 你的腰子失散了很久 那種感覺 明白明白 我真的看到你了 因為真的很感人 哎呀 很遺憾 是否拍不到那個畫面 早點通知我 幫你拍下它 哈哈 今集非常感謝Jojo 和我們分享這麼珍貴的經驗 謝謝你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